春节过后,由红红亮制片《孔生黄伟之道》 王凯杨硕、董子健等人主演的当代题材电视剧《大江大河》 也开始投入到正式的拍摄中了 2月24日,有网友爆出王凯和杨硕的新剧《大江大河》露透 直言真人蛮帅,拍戏服装上身我就哈哈哈哈了 该网友提供的照片显示 第一天开机时,身着黑色长款羽绒服、黑色鸭舌帽及黑超加身的王凯可谓真的是又瘦又帅 但到了换上戏服开拍时,王凯身着土褐色夹棉衣 杨硕更是走起了农村混搭风 眉红色仙衣套上卡其色针织衫 外面再披一件宝蓝色大棉衣,二人均灰头土脸 这巨大反差让人眼俊不惊 网友纷纷调侃道,这不就是回家过年前和回家过年后的区别吗 哈哈哈哈,村草和村霸 王凯还行,小包总怎么回事,完全融入没有违和感地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